山前一片咸田地 叉手叮铃问祖翁 几度卖来还自买 为连松竹引清风 刚才念的这个不是诗 这叫祭子 什么叫祭子呢 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都听过吧 这个就是祭子 祭子是梵语 本来是佛经的一种写法 后来就变成了解释佛理的一种东西 少的十几个字 长的几十个字 今天这个祭子呢 是北宋发眼大和尚悟道时候说的 山前一片咸田地 祖上留些块地呢 种什么都行 这不挺好吗 可是不行 几度卖来还自买 卖出去又买回来 买回来又卖出去 来回折腾 这就是俗人哪 老觉得本来就有了东西不好 偏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最后弄得一辈子糊里糊涂 今天这期啊 这个是科技与狠活 按理应该说说科技方面的例子 不过咱今儿说这故事 不光是说古代的科技 在科技背后 还能发现点人生小道理 说什么呢 哎 说说当年东京变梁的城墙 那城墙跟人生道理有什么关系呢 您听我慢慢的说 中国有几大古都 其中就有开封 好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选在开封建都呢 这个地方根本就无险可守 你看秦朝建都咸阳 韩谷关的大门一关上 六国的人就剩下干凳眼了 汉唐选的长安 洛阳也是如此 你甭管韩谷关的虎劳关 铜关总有一个大防盗门手 另外像南京啊杭州啊 有长江天险 包括北京 好歹还有长城山海关 开封呢 打平完四面八方都能挨打 简直就是个火把子 干嘛选这呢 皇上不是傻子呀 他没有他们的道理 最早选的开封建都的是朱温 后梁的开国皇帝 他选开封这个理由简单 你老朝就在开封嘛 他想选别处别人也不让嘛 后来赵狂音为什么选开封呢 就是无奈了 因为他这个底子是接在人家后州的 人家文武百官 黄金贵州 家都在开封 你让人搬哪去 其实赵狂音一辈子都想迁都洛阳 可文武就不干 天天跟这老赵抬杠 家是他那弟弟 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 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会要买人心呢 别人一问他 他就说开封好 开封庙 开封建都呱呱叫 那还能说什么呀 不过您要是开封人那听这 您可别不开心 开封建都有它的好处 水路是太发达了 清明上河同龄看了吧 那个船能直接开城里来 四面八方都能给京城送东西 方便得很 可是钉在这呢 就得考虑这个城防问题了 开封是四站之地 本来就无险可守 那城墙再不结实 跟坐在火药桶上没区别 赵光义是大将出身的 当年自己身先十足 不止爬过一回城墙了 所以非常重视 从开保元年 赵光义就下令修东京的城墙 让工匠们画个图 打算修什么样 打个样吧 瞧瞧 工匠们回去画图 画了好几稿送上去 画什么样呢 岳飞的后代岳科 写过一本书 叫《影史》 有这记载 说工匠画的这图啊 井井绳裂 就是横平树直 威风好看 没想到 找团圆一看呢 翻脸了 上蓝而怒 上蓝啊 皇上越蓝而怒而生气 这弄的什么玩意儿呢 吓得旁边人吓坏 不敢说话 咱过去也聊过 赵狂印这个人 一般不发脾气 发了脾气就不是人脾气 生了一顿气之后 皇上拿笔 刷刷刷 全涂了 然后拿大白纸 自己提笔 画了一个大概的样子 旁边写上 依此建筑 到这修 底下人一看 这画的什么呀 这是 这城墙的横截面 跟蚯蚓似的 趋着拐弯 里出外进 整个这城 也不方也不圆 斜的 就跟今天的菱形似的 工匠心说 这能修吗 大宋的首都城墙 长着这样 让外国人笑话 再看赵狂印 搭了这红脸蛋子 大牛眼一瞪 别废话 让修就修吧 那会儿的城墙 跟后来不一样 它是用夯土板柱 出来的 什么叫夯土板柱呢 把土都加在 两块木板的中间 然后拿一大锤子 拼命砸瓷 直到砸成一块 大木板了 这就是一面墙 这叫板柱 商朝有一个大臣 叫傅岳 都叫他板柱之徒 就因为他原来干装 因为城墙是夯土的 不是砖器的 所以官二爷当年 水灌樊城 才能把城墙推倒 要是换成砖墙 你别说水 雷也没吸 现在有个这个 古装的电视剧 你看里面的城墙 磨砖对方 比混凝土还结实 那都不对 但就算是这样 赵狂印这工程量 也不小 而且还不是光修一个 外墙就完了 外城内城 黄城 整整的围了三圈 这还不算 还开了不少的水道 平时呢 方便物流 运东西船 直接进城 有外敌的时候 大闸一关 千军万马 休想进来 工程完工 赵狂印挺满意 又在东京汴梁 配备了四十万进军 里三层外三层 整个东京铁板一块 固若金汤 等赵狂印死了 历代的宋朝皇上 谁也没改过这个设计 都在这个基础上 添砖加瓦 你比如说宋真宗的时候 大臣写德权 皇上叫他 每年组织 三十万民夫赶活 疏通变和 变和吗 变粮吗 变吧 变和是主要的 但变和有毛病 碍于沙子 写德权呢 每年都要带人 把河里的沙子挖掉 又在变和两岸 栽了几十万棵树 树这根 往下扎 两岸的河堤 扎得牢牢的 如果有人要饮水灌成 这水是绝对犯不出来 等到了 宋神宗的时候呢 手笔更大了 不但动用了大批的民夫 还蒸发一万多县族 今天说的就是预备野 军民一块把开封大修一次 还用上机轮了 就是机械装置 古代版的起重机 挖土机 这个当年就是黑客机 一产的下去顶好几位干三天 整个工程从西宁八年 赶到原封原年 整干了三年 遍粮城扩大到周围五十里 光外城的城墙三十多米厚 什么概念 用今天的话说 双向八车道 这比北京长安街宽着有限 虎城河四十米 宽着四十米 伸十几米 赶上井了 东京遍粮 整个就是一大碉堡 甭说打 看着都晕 本来挺好 时间过得很快 宋朝迎来一位好领导 宋徽宗 徽宗是个大艺术家 一看这城墙 哎呀 一点都不艺术 理出外进 难看 可是毕竟他是宋朝的皇上 祖宗成法俱在 还不敢动 有句话说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徽宗时代 皇上是艺术家 大臣们呢 也竟是艺术家 有一个著名的蔡京 蔡太师 蔡京一看皇上的样就知道对城墙不满意 这个事皇上不能说 就得底下人说 逢迎圣意 蔡京心说这活我来吧 跟皇上说 说官家呀 东京边梁这城不易说 民间都说咱这是蚯蚓墙 实在有诗大宋的风范 臣起陛下 咱再修个新城墙吧 回宋一听 这好 旧票下旅 好 爱卿所奏即逝 好 这拍马屁 拍着呸巴拉响 蔡京说 陈起陛下 要是城墙扩大 您如果再弄个什么 林园别墅啊 亭台楼阁啊 也有地方 回宋敢弄坏了 太好了 赶紧吧 这事就定了 事定下来 工程呢 还不找专业的人监工 找谁呢 找太监 这就行了 败家的玩意儿 再凑齐了 工程开工 没多久 东京又弄了一个新城墙 又往外扩了一圈 哎呦 那个劳民伤财就甭说了 关键城墙 改成方方正正 比瓷砖还值 比木地板还平 城也扩了 墙也平了 耸辉松在城里 盖了一个新别墅 叫更月 打江南往这搬太湖石 弄得跟仙境似的 乐极声碑啊 没几年 靖康之便来了 金太宗 蜿蜒乌其脉 命金兵两路南下 气势汹汹 直奔东京边梁 这个开路的是两元大江 蜿蜒宗旺 蜿蜒宗汉 哥俩 这哥俩一个左副元帅 一个右副元帅 本来这哥俩 对宋朝的虚实 还是不太了解 所以心里 其实是有一点点忌惮 心说甭管怎么着吧 宋朝那么大地盘 那么些人 这仗怕是不好打 南下第一仗 碰上北宋的大将 郭耀师 手下的队伍号称 常胜军 两边一打 金朝一点天也没战 可没想到 郭耀师就是个乌三桂 打一仗就降了 领了金军过黄河 一过黄河 汴梁就在眼前 宋王宋汉一嘀咕 这可是宋朝的渡城啊 不是那么好打 咱们这个士兵就这么些了 这要困在这儿 他们秦王的兵一到 咱就完了 不几日 到了汴梁城下 哥俩骑着马 溜着城底一看 乐了都不行了 连兵都乐 南朝小儿下的 我等不前 还当东京如河南打呢 就这个呀 哪能这么修城墙啊 有人说乐什么呢 没别的 就是宋徽宗修这新城墙 忽略了重要的东西 炮 这个炮还不是后来的火炮 是十字旁的炮 说白了就是投石机 据说宋朝的时候 投石机用的很普遍 宋太祖当年 为什么要把城墙 修了曲曲弯弯 跟丘尹似的呢 第一 敌人要是爬城啊 你从四面八方都可以打的 最重要的 就是防着投石机 你想啊 一面夯土的城墙 如果是平板的 你拿大石的轰 轰不了几下 就能砸出裂纹来 虽然说城墙太后砸不塌 但是石头就全都嵌在城墙上 人家不用梯子就上来了 可你要是弯弯曲曲 理出外入呢 从力学上来说 斜面比这直面缓出了 这力道就卸了 再加上就算你踩着石头往上爬 我四面八方 强弓硬弩也能揍你 这个道理很简单 宋朝历代皇上都明白 唯独宋奎宗 他是个艺术家 他拿动这个 愣把固若金汤的便凉 改成纸糊子 你纸糊子 这还客气什么呀 这就下令灶泡 采伐木料 做投石机 根据这个三朝北蒙汇编这本书记载 没几天 金兵 就弄出一堆投石机 发射了大石头 跟磨盘那么大 劲还足 超大呗 什么程度呢 石落如雨 城上的宋兵 别露头 露头 就砸得古断金褶 经常出现碎手 就脑子砸碎了 新城乡 不禁砸 几下就塌了 孙徽宗吓坏了 急忙忙把皇位传给儿子亲宗 那意思喝门快跑 好在当时主持大局的是李刚 立主抵抗 加上这个东京城还那么些个人 军民奋勇抵抗 金兵毕竟人少 东京城也大 久攻不下 这才撤走 等那个金兵走了 宋朝鑫说 哟 还是老祖宗城墙好 咱们把这图纸找出来了 找半天没有 天下成平日久 谁要这玩意儿 所以第二次金兵再南下 新城墙就守不住了 到头来还依靠当年的老城墙抵抗 可金兵这回攻破了外城 直接把这投石机搬的城墙上去了 架起来往城里轰 边梁受不了了 从城外往城里打好方 从城里往城里打 那没法防了 又是大石头 又是强攻硬弄 动不动放火 那没办法 当然了 宋朝那个静康之史 如果单纯说 就是因为城墙也片面 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很多 但城墙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反过来 后来金朝跟蒙古人打 手子也是这座汴梁城 这个蒙古人这会儿的技术 比当年金朝又强了 带来西域的抛尸机 射成更原 可是呢 这个金朝人家直接的 就没用宋徽宗这城墙 用当年老城墙 极其兼顾 加上这会儿有火气了 有时震天雷 有时吐火枪 这个蒙古的主将叫苏普台 都快气死了 下命令拼命攻 结果打了十六昼夜 蒙古人死了一地 便梁城闻丝不动 一直耗了一年 实在是担尽梁绝 金朝才投降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说是故事倒像个预言 咱们今天发展科学技术 其实也一样 有个事是非常忌讳 那就是想当然 这就好比相声 相声有它的规律 您可以创新 但不能早改 有的人今天设计这个 明发明那个 这些东西 难大 它能靠使吗 是不是 钱也花了 时间也耽误了 最后白虾 就是个虾折腾 得了 今儿就聊到这儿了 下回再说